气血不足是生活中的常见问题,很多因素都可能会引起气血不足,而女性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是有为常见的。 对于气血不足的现象,一定要引起重视,很多时候气血不足有可饮食,以及生活习惯有着密切联系,比如一些饮食禁忌。 那么哪些食物是气血不足的天敌? 引起气血不足的三大因素,一,压力及作息时间的紊乱,现代女性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,不但在家中要扮演好妻子,好妈妈,好媳妇,在外也要扮演好员工的角色,在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下,导致过多的劳累,使作息时间不规律,睡眠质量差,使肌体进血无法得到很好的恢复。 长期下来,女人就会出现气血不足的现象。 气血不足的症状,一,人老猪黄,气血不足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,就是眼球发黄。 传说中的本人老猪黄,就是这个意思,这里的猪黄指的就是眼白浑浊,眼中发黄,二,指甲纵纹,指甲上出现明显的纵纹,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之一。 气血旺盛的小孩子指甲上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纹的纵纹的。 三,手脚冰凉,我们正常人如果气血充足的话,手掌的温度应该是一年次季都是温暖的。 反之,如果手脚冰冷,或者是手气经常出汗,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 还有就是通过皮肤粗糙,头发干枯,掉头发以及入睡困难率等症状,也能看出是否气血不足。 那些食物是气血不足的天敌,一,红枣,红枣是公认的补气养血剩品,红枣当中营养成分非常丰富,单中蛋白质,脂肪以及维生素,矿物质等营养元素很多,尤其是和女性补气养血,而且红枣的吃法多种多样,既可以直接食用,又可以拿来脑糖包粥,都是很好的缓解气血不足的方法。 二,红豆,我们知道红色的食物,对鲜酸保健非常有好处,除此之外,红豆也是补血效果显入的一种食物,生活中经常喝点红豆糖,可以起大火血净热的功效,尤其是红豆当中营生素,蛋白质非常丰富,对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,对气血的抽氧也极其有效果。 三,红米,红米当中含有丰富的电粉,以及优质植物蛋白,能够快速补充人体所需营养成分,帮助维持机体能量,在红米众多的营养元素当中,铁质含量最为丰富,我们知道铁是促进血液生成的最重要元素,因此,多吃点红米,可以有效预防缺铁性贫血,对缓解气血不足是非常有帮助的。 四,当归,当归是必顾客少的女人补血脂补品,当归可以说是女人最好的补血脂补中药材质医疗,用当归肌肉汤是常见的女人补血食物。 五,山药,山药也是一种有补血液气功效的食物,山药富含人体所需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造微量元素,山药可以说是对人体有着百利而不遗害的特点的。 山药和鸡肉或排骨一起煲汤,就是一道很好的补血液气的食物品,用山药包粥也是使用山药的一种好方法。 六,乌鸡肉,乌鸡肉可以说是专门针对女人补血而存在的,乌鸡肉是不同于我们常见的黄鸡肉的。 五,乌鸡肉富含各种蛋白质、阿基酸和矿物质元素,是女性资因不胜,是一气的最佳人类之一。 五,乌鸡肉和红枣以及枸杞一起煲汤绝对是女人补血的食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